太多了 她从小的一个成长 别人对她的误解 她受到的伤害 她想去的地方 我觉得都是让我觉得很难过的 就感觉她好像从来都没有快乐过 在以前 所以她到后来 到了下一步的时候 我才会觉得 哇你应该是这样 你应该是开开心心的 你应该是自由自在的 你应该想笑的时候就笑 想哭的时候就哭 有人可以保护你 有人可以对你的 所有一切都有回应 我觉得这才应该是她 但越想就越难受 就因为纪云和她没有过这些 很多的影视剧作品 也都有告诉我们 其实你就是真诚的 你喜欢这个人 你就真诚的去做你自己 真诚的去让对方了解到你真实的自己 这样我觉得其实就不用什么撩啊 或者说什么掉戏女友啊 其实都不是 就是对方只有去喜欢到真正你的时候 你也才会有这个安全感 你们俩会更了解对方 但如果你没有做你自己 而是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或者你用一些花招的 就是他不会长久 他可能对方就觉得 受用 但是人家一旦看到真是你的时候 就会离你远去 好多影视剧其实都有这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真诚是第一位的 不管你是喜欢一个人 你喜欢一个工作 或者说你喜欢一个环境 你真诚的去喜欢他 其实他都会给你回馈 可能是长哥会更有男有力一点 因为他的那个方向会更大吧 他是整个国 所以他那种大情大义的东西会更多 然后他也比较偏男孩子性格 但你看金云河他虽然是 表面看起来非常坚强 但他内心也是非常细腻 然后又很女生的一个人 首先他两个虽然都是九尾狐 但是都不一样 而且像凤九的九尾狐 他更偏可爱 然后他更娇小 更年幼一点 但是这一次 金云河的九尾狐 他是更霸气 杀气更多 每次他亮相九尾狐的时候 一般都是遇到危险的 他保护自己的会更多一点吧 我想听到对方的心声 就是完全能够听到对方心声的那种 就我知道他心里的那个台词是什么 我希望自己可以拥有这样的超能力 我好喜欢他那条尾巴 我们拍的时候 他那条不是尾巴 那是一个绿布 因为那样 后期要做成特效变成尾巴 我是看了这篇才知道 那个尾巴多大 然后怎么的 因为当时导演只是会给你形容说 他这边是鱼尾 然后他这边中箭 然后怎么怎么样 什么颜色啊 什么的都还没确定 人家伦真的特别特别好 我拍完戏也是会到处跟人说 我说家伦人真的特别好 而且他真的特别特别真诚 特别善良 我觉得他就是 这个常议他前妻的那个样子 都不用演 他本人就是那种 很善良很正直的一个人 就是他眼神也是 就是真实的就是那种 很纯善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和这个角色的契合 都真就是99%的那种 因为他本人就是 你跟大家说啥 他都真的是真诚地回复你 而且也特别专业 就是每一个戏 就是我们在演的时候 对的时候 他也会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交流 然后大家都会对这个 会有一个融合的一个点 然后才会展现出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样子 这都是可能我们两个人商量完 也要跟导演一起去沟通 包括跟摄影老师 有的武术要跟武术导老师 一起去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 所以大家合作就特别开心 我们拍了四个月左右 大家一起的这个工作氛围 就感觉过得特别特别快 因为都很开心 不会 因为首先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说当他去演这种角色的时候 他不是像有眼的那种成分 因为他不会说话嘛 前期他就是用眼神 但是他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人 你不会觉得很眼或者很尬那种 你就觉得就是这个人 他就是不会说话 他就是用一个特别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你 因为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就是会有这种代入感 像是开场的时候的那段戏 其实也是后面拍的 然后那段戏就是有一些 他特别霸气的要把人抓回来呀 那种特别凶狠的 刚开始拍的都是 他在那个撕过窟里的嘛 被绑在那上面的 他比较可可爱爱的初期的时候 然后后来他转变了一个样子的时候 还挺让我惊讶的 因为那个反差感特别的强 看就觉得哦这个人变了 这个人变了 对但是戏一下来 他又回归了那种 特别像大尾巴鱼的那个 人家轮的样子 就两种反差也特别的大 对所以那场戏人家还挺深的 鸡银河他都舍不得让长一哭才要放他回大海 那你们还要把人家抓回去 那人家真的得下反诈APP了我觉得 我会说还有谁 谁往前冲 猪 小的时候有剪过短头发 然后这十几年了 我觉得我最近这头发应该算是最短的一次了 对但距离那么短 而且又爆炸的 我从来没试过 你当时戴上头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真的可能太 因为很多人也都说 我可能穿上古装会特别的硬朗 然后再加上这短发更硬朗了 然后我就很很害怕 大家会觉得不太好看 就有那么一瞬间有想过 在定妆的时候跟导演说 啊不会吧这个头发 后来真的拍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因为我觉得导演觉得这和角色 这个时期的样子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拍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顾虑 没想到自己看到这个成片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好帅啊 就这哥哥好帅 尤其是他躺在地上受伤那段 我希望他能一直受伤 我以前会觉得这个硬朗 这个词好像不太好 谁不喜欢就是看着那些古装的女孩子 温温柔柔的对吧 那脸线条又非常的柔和的 我自己也会很喜欢这样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 我很厉害 我可以变成男生 就变得很帅 然后下一秒 我又可以变成一个温柔的女孩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我可以 我蛮多变得 倒也没有了 就是我觉得硬朗这个词 怎么说呢 它不单单是外在 我觉得我的心里也挺硬朗的 所以大家随便说 没有拍预交际之前是拍荣耀 是在上海 我其实拍戏的时候 我不会有说 我好累我想出去透透风 不会这样 我每天就觉得 光去想这个角色 其实时间都过得很充足了 就还要去看看明天的戏啊 这种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充足 你回去差不多卸妆洗澡睡觉 其实都有点都来不及了这时间 而且我不太喜欢 就是拍戏的时候出去透风 或者说我休息几天 我更希望就是一股脑钻进去 一股脑把它拍完 然后我再去透风 会觉得完成了一个工作的那种 成就感也会比较大 最近这个阶段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也是才刚刚开始去进行 就是不重复的一些角色 可能大家看的角色 其实都没有特别重复的 但我自己个人认为 可能会和以前的一些反差感 都会比较强 那我希望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 就不同类型的职业也好 会有不同类型的时代的也好 都可以去尝试 好刘子 这些个人说的 这些人说的 这个人说的